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特别片 自从做了探索修行这件事这个系列之后 发现大家对于修行确实有很多疑问 有的朋友觉得这是无忌之谈 有的朋友觉得这是适合写小说的 有的朋友觉得滑翔文化确实博大精神 总的来说我归类了一下大家的疑问 发现大多数人的疑问 是影视剧中的东西到底是不是存在于现实之中的 近几年 首先第一个观念是先天之气 在一人之下中被称为先天仪器 也被称为是气体源流 这个气确实真是存在一记载之中 但是气和气体源流并不是同一回事 我们先从气来开始看 古代哲学观念中的气是一种元气 这个元就是元的意思 气就是能量的意思 通俗点来看 意思就是说它是一种先天而生的能量 同时也是构成天地万物最基础的能量 也就是说气这个概念 最早不是出自于修仙这个体系之中 而是古人在看待世间万物的时候 总结出来的这么一个概念 他们认为这个世界 可能是由一种物质组成的 每个人 每个动物 甚至是每个生灵身上 都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能量 那么这个说法 现在来看科学吗 熟悉量子力学的朋友知道 在量子力学概念中 这个世界就是由一个一个的量子组成的 可能古人的研究没有那么超前 但是古代的这种哲学思想 却是比较前卫 那么这种能量 怎么又和后世的修仙理论混在一起了呢 经过不断的传承 剖析和研究 气这个概念虽然存在了 但是却一直没有任何应用 到了修仙理论开始盛行之后 气也逐渐开始被引用于修炼之中了 在古人的修行观念中认为 世间万物 任何生灵都可以修炼 想要修炼呢 首先就要炼体 将自己的身体 炼到一种绝对健康的状态 然后通过各种修炼的方法 来吸收天体之中存在的灵气 然后这些灵气 在体内就会演变成一颗金丹 这个就是内丹术的修炼过程 像秦始皇炼丹 也是为了成仙 只不过当时并没有内丹术 和吸收天体灵气这些概念 所以秦始皇想要直接炼制一颗丹药 然后把这个丹药服下 利用这颗丹药充当金丹 形成金丹之后 人们就可以利用体内的金丹 储存天地能量 然后就差不多成仙了 虽然听起来魔幻 但是这些理论 实实在在的存在于 各个朝代的典籍之中 那么这个气体源流 到底又是个啥呢 难道是修炼方法吗 其实并不是 所谓的气体源流 就是一本书籍 这是米金子道长 在2012年12月1日 出版的一本图书 米金子就是张志顺 这本书可以算作是一本 丹荆新编 也就将古代的一些 比较好的丹道经典 汇集了起来 然后用现代的方法 讲述了一遍 也算作是一种修炼的方法吗 这本书是怎么编写的呢 张志顺道长 把古代所有的内丹方法 都试了一遍 然后写下了自己的真实体验 算作是一本 可以参考的修炼书籍 修行到底有没有 电影中刻画的那么玄幻 影视真的是武侠小说中 扫地僧一般的存在吗 这是大家对于修行的 第二个疑问 在这里我统一解答一下 这两个问题 修行 从华夏大地来看 无非就是佛家的 顿路空门 和道家的引入深山 我们先从佛教来看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修行 我们以一所寺庙为例 为了避免宣传 和扰乱修行者的亲近 所以我们就不说 寺庙的名字了 有一所寺庙 它隐于大山之中 与我们平常所见的寺庙 有些不一样 这个寺庙内 禁止拍照片发圈 禁止投币保平安 里面没有功德香 没有金钱吃 它拒绝一切的商业活动 里面的僧人 禁止摸钱 终身不聪畜 里面的修行者 都穿着破洞衣服 到处都是缝缝补补的洞口 每年到了特定的时间 都要出去行走 就像是苦行僧一样 每个僧人 都要在路上化缘 他们只起食物 不要金钱 他们每天睡得很少 时刻都要进行打坐 他们也从来不乘坐 任何的交通工具 时刻抱着一颗苦行的心 每当在路上 碰到死去的小动物 都要替他们埋葬 他们不分生物的大小 种类 在他们的眼中 众生平等 在行走的途中 不论风雨 都要露宿野外 他们不住人家 不住寺院 他们浑身破旧 但是仪表断装 他们非常平凡 甚至被很多人唾弃 大多数人不理解 他们这样的举动 我认为这才是 最可笑的地方 在利益至上的社会中 好像每个人 都要按一种规律去生活 如果不追求利益 就好像是犯罪了一样 其实这就是 或者这才是 真正的佛家的修行 非常的平凡 为什么他们可以 传承千年 至死不灭 我想也正是因为 有这种寺庙的存在 才能让苦行的精神 传承下去 在道教看来 什么才是修行呢 像影视剧中 表现的一样魔幻吗 像世人展示自己的能力吗 还是刻意 烘托神秘的色彩 去谋取利益呢 不 这些都不是 我想真正的影视 可能就像空谷游览中 记录的一样 隐于大山之中 可能一生都不会再回到世间 他们对于物质的需求非常低 他们大多数人 也都一山蓝绿 但是却异常整洁 蓬头垢面 但是眼睛却炯炯又神 还是那句话 很多人认为 人之所以比其他生物高级 是因为懂得获取利益 享受物质 我倒认为 人性之所以在利益之上的世界 还存在底线 恰恰是因为 有些人不会顺大道而行 其实修行 没有大多数人 想象中的那么魔幻和刺激 相反却异常的平凡和枯燥 所以劝戒 先要搞懂修行这两个字 他们更注重的是精神 套用空谷幽览中的一句话 他们知道光源在哪里 他们坚信自己可以看到 法术或者应该叫做术法 我简单将这些疑问分了一下类 第一类是影视术法 比如说欲见飞行 呼风唤雨之类的 第二类是正统术法 比如说福禄 咒语一类的 第三类是占卜术法 比如说奇门遁甲 太乙八字之类的 第四类是民间术法 比如说叫红寝神之类的 我们爱个来看一下 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那么神秘 第一类古术法 没有那么神秘 但它确实存在于现实之中 但现在的问题是 假大事有点太多了 第四类是民间术法 过于神秘且硬核 我们就不讲太多了 但可以说的是 它确实存在 其实我个人认为 修行这件事 更多的是在精神 而不是在种种神迹 而且传说中的修行 在现实中也并没有那么神秘 修行 更多的是修行一颗纯正的心 这些东西在精神而不在外在 后面的内容呢 是空谷游览纪录片中的剪辑 那我们今天的特别片就到这里了 大家好 我是凡同学 咱们下期再见 我已经开始翻译 韩山时德的诗 所以我搬到 然后我去那个山上的地方 我继续翻译 然后我认为一个外国朋友 他给我介绍 美国一个出版社愿意出版 其实我自己没有这个意见 然后出版了以后 我再开始翻译 另外一个和尚的诗 也出版了 他也是一个演示 然后我确定 这样的人很特别 我想了解 真的有这样的人 如果有的话 他们的生活真的是怎么样的 因为如果你看一个事里面 事有时候是一个梦想 你不知道是真的 或是那个事人的随便 所以我89年来中国 87年以前我不能来 因为我太太是中国人 是台湾人 所以台湾人87年以前不能来 所以可以来以后 我有一个想法 要来教领事 所以我89年来了 是这个意思 然后偶然的碰到一些 修行人 我觉得他们那么了不起 我已经把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传统 他们的习惯 修行方法 写成一本书 然后吃饭菜 因为我要鼓励美国修行人 太好了 因为我觉得美国人 他们的生活太舒服 太舒服 太舒服 所以我要给他们一个例子 你看那么多修行人 那么辛苦的生活 还是在修行 你看你们那么懒惰的 你什么都有 吃的住的 衣服都有 那应该 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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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用功一点 所以我的目的就是这方面 我住了二十 二十一年 站在那个地方 现在 我翻译佛经 我把那个 心经 金刚经 流途坛经 还有龙切经 我都翻成英文 对外国人 龙切经是非常深的 你那个翻出来 那是难得的 这边你在我们福建阁 有两种贡献 有两种贡献 一种贡献在实际上 考察中南山修行的这个地方 第二个在这个福建上翻译 是一种 又是一种贡献 的四个人命的贡献 就是两种贡献 两种贡献非常难得的呀 翻译 只能引导 实际的修行 只能采定彻悟 这边你选择一个东西 我翻译的都是那个 净土中庸的那个 十六个观响 哦 十六观金 要观太阳 对 开始的时候 要看日落的太阳 看 落 落 落 太阳 每次我看 太阳下去 我就 哦 自然就想到了 想到那个极乐世界 想到极乐世界 因为 看看这个 从这个开始 那个极乐世界就 就开始显现了 开始显现了 慢慢的就显现了 小的个极乐世界 有趣回应 有趣回应 有一点 不过 最好 很快 有趣回应 有趣呢 所以 各